我们菜农朋友在种植黄瓜或者是番茄其他的一些蔬菜的时候 那么有时候咱们不可避免的要去打这个药 那么打药的过程中有些就容易出现一些要害 那么常见到的一些要害有什么样呢 比如说像粗糙剂的要害 以及这个农药那么过量它使用也会出现一些要害 那么我们经常见到的比如说像这种肥害 肥害是直接这个椰片全部就烧干了 光剩下一个光秃秃的一个杆 这个一般常见到的肥害的一个症状 那么我们常见到的一个农药 这个过量的一个症状 就是出现的椰片就是烧叶 就椰片的边缘出现的一个胶枯 干枯这样的一个症状 或者说有些这个头就是伸张点 就伸张点的这个位置 就这种伸张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容易出现的就是扭拔到一块 扭拔到一块斩不开 那么产生要害以后怎么样的去解决 比如说使用一些葡萄糖 或者是壁护或者是这个赤梅酸 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药 去这个化解这个要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